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我是刘晴 一名新闻专业的毕业生 对文字始终怀抱有巨大的热情 崇尚理性思考和冷静判断 拒绝精神碎片和情绪垃圾 对过分的栓情 保持一定的距离 对表象背后的规律 无比好奇 相信好的内容 仍然被这个时代所需要 相信文字的力量 足以改变世界 刘晴 女23岁隔壁人 苏州大学本科 新闻法学专业 各位老板 杜磊老师 HR专家 大家晚上好 我是求职者刘晴 去年毕业于美丽的苏州大学 现居北京 新闻和法律的双学科背景 让我崇尚逻辑 冷静 理性 记者和策划编辑的从业经历 让我相信文字的力量 并无比期待文字和其他行业 所碰撞产生的火花 步履不停 探索布置 今天我来到菲尼莫属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有关文字 市场品牌策划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是喜欢更朴素的文字 还是华丽的文字 更朴素一点的 但我刚才听你一说 我感觉你喜欢华丽的文字 因为你的开场白就很华丽 开场白华丽是因为 想抓一下大家的眼球 刘晴 所有的气质 和你的言语都与文字有关 喜欢文字是一直以来的 对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读书 然后比较喜欢写作 家人也都是书香门第 爸爸妈妈都是语文老师 都是语文老师 那我再想象一下 这么一家的人 在饭桌上吃饭 都是在吟诗作对吗 那倒不至于 但是我们家的确有一个 比较好玩的景象 遇到喜欢的散文 诗歌 然后我们就会拿出笔来 画了段 然后就分角色朗读 一家的文人 我还是一个爱好蛮广泛的人 然后演了话剧 话剧演的是哪个角色 话剧演的是那个女仆 里面的太太 有台词吗 有台词 来一段 好 您能给我十秒钟 酝酿一下情绪吗 可以 需要我配合你吗 您当我的仆人吧 我当你的仆人 我有台词吗 请问这个仆人有台词吗 您说 夫人请喝断花茶 夫人请喝断花茶 是吧 还没开始 还没开始 我要装成女生 是吗 我是很谦卑的 很害怕的 很害怕的 因为你在这个断花茶里面下了毒 我还下了毒 最毒夫人心的 我肯定干不了 我找个人来干 王岐 来 过来 让你来做非仆人 让我现场演段话剧的时候 我觉得挺突然的 还让那个王岐老板上来演我的仆人 吓死我 很害怕的 很害怕的呀 夫人 您喝断花茶吗 哇 你们都想害我 没有 没有 我年老色衰 不再漂亮了吗 没有 夫人 你美若天仙 我老了 不再漂亮了 可我的丈夫还是那么爱我 我的这个迷魂妆 就送给你吧 我不再需要她 好了 好了 土蕾都被你这犀利的眼神逼跑了 我要把她的手这样挥开 所以我这样挥的时候 劲还挺大的 我不知道王总叔叔特疼 我觉得她演挺好的 称慌称孔的 把那个 一个做了苦心事的仆人的样子 演得特别好 第一次做女人的仆人对吗 对 你给嫂子都没做过仆人是吗 对 所以那杯断花茶你自己喝了吧 回去受死 谢谢您 谢谢 这姑娘不错 这个不扭扭捏捏 给我十秒钟的时间酝酿一下 说来就来 大的方方 一家的文人 你自己喜欢写哪一类文字 我一直是继续文打天下 继续文打天下 对 后来我比较擅长写人物专访 你看啊 现在在网络上 一些微信公众号 一些文章 大多都是一些情绪 对 却没什么干货 对 有干货的文章 反而不利于传阅 甚至是转发 倒是一些非常情绪化的一些文章 得到大家的喜爱 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首先我要说明一下我的态度 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这种文章的 那么为什么能够在这个时代活起来 是因为现在大家的确都是手机阅读 碎片化的时代 可能呢 一两句或者一两段能够抓住眼球的话 的确能够吸引人们快速地阅读下去 并且引发共鸣 那我们到底是应该写有干货的文章 还是写情绪化的文章 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看你这也做微信公众号吗 对 苏州大学大学新闻主编 出版报纸六期 累计微信阅读量七万 还有为你读诗电商策划编辑 累计推送图文五十三篇 平均阅读量五万 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你怎么处理这个 失货和干货之间的 这条道怎么走 失货和干货之间 还有一个半失不干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不伦不类了 那就更没人看了 这不是不伦不类 我觉得是需要 需要这个写东西的人 首先他是自己要真的有干货 有知识 那么其次呢 其实他是可以通过一些技巧 去做这种处理的 我举一个例子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是我们校报大学新闻的主编 我们的校报 他的宗旨一直是为学生立言 也就是说我们会去专注那些非常严肃的新闻 但是呢 严肃的新闻往往有的时候 触及校方的利益 不给发是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虽然他关系学生自己的利益 然而呢 学生也不爱看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提出了说 我们不仅要有真正的内容 那么我们从标题 从封面 甚至我们从排版上 我们都要做到 让同学们 甚至是让老师们看到 都觉得 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的东西 我们也的确做到了 列了几个简单的数字 第二个759和43000 我们通过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我们的校报的微信平台上 推出了一篇稿子 达到了43000人的阅读 也就是说 当时的几乎每个苏州大学的在校学生 都看了我们的那篇稿子 那你今天来应聘的是 第一项是什么职位啊 策划或品牌这一块 不一定要是在刊物这一块 对对对对 或者是自媒体这一块 其他的也可以 对 你要求薪资多少 8000 8000 不降点 不降 万一都灭了灯怎么办 降点没 不降 不降 第一轮选择去后了 后悔了 不应该说发现 后悔了 好 全流 接下来我们请天生网友 天生网友在他有一段朗诵 朗诵啥呀 我朗诵的是南方的敬业 缝制的作品 我们静静地坐在湖滨 听燕子给我们讲讲南方的敬业 南方的敬业已经被他们带来 业的芦苇蒸发着浓郁的热情 我已经感受到了南方的夜晚的陶醉 请你也秀一秀吧 这芦苇丛中的浓味 这时候 我忽觉得胸中有一朵花隐藏 它要在这静夜里 像我一样的开放 这个背景音乐是你自己选的 对 你为什么选 大提琴啊 因为大提琴它和夜的这种氛围很像 而且它的这首曲子的名字就叫静夜 它审美不错 大提琴配你的这种节奏太好了 谢谢 刘晴 因为我看你的岗位是电商策划编辑 那你能不能举个例子证明就是 你的电商策划方面 你选了什么品 然后你是怎么样推出去的 它最终的销售怎么样 课单价怎么样 能不能说一些这个是不是你更擅长的这块呢 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推出的一款失忆珠宝的产品 我们会自己去联系厂家 做一些我们自己从设计到制作这样的一些手势 最开始的时候我策划了这样的一个活动 就是线上征集 那么在七夕前半个月的时候 我们先发了这样一篇文章 就是讲述外婆和一只银手镯 去讲其实手势它是可以去承载人的感情的 那么诗歌同样也是承载人的感情的载体 而且它们的相同点在于 诗歌可以不朽 那么珠宝也同样是非常的耐磨 这样呢 我们就顺其自然地推出了我们的珠宝计划 文字可以流传 珠宝可以不朽 这个是你想的 是我想的 好 太棒 其实他那么喜欢诗 但是我觉得他的发散性和创造性 我觉得没有看出来 他现在需要去多元化 不能光是写诗了 因为中国文化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黑洞 它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所以为什么我会说 你的世界观就是你的世界 我会担心一点 就是说他是不是只擅长 与文字相关的策划 与诗歌相关的策划 没关系 就是你不管是电影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它实际上是 它的本质是文学 那你要开始考虑在内容营销中间 尝试把故事讲好 这样的话呢 再把你点题的那句诗歌 比如说啪 打进去 可能会更好 来看一下他的性格评计 哇 疑人性那么低啊 首先呢 他是一个内向的人 第二呢 就是疑人性的分不高 就是说他在团队当中呢 很难做到去关注别人的 这种情感的需求 有时候呢比较随性 这一点需要今后在职场上要克服的 他的创意性得分是比较高的 这可以做策划方面的 他在这个研究型和艺术型这块呢 得分是比较高 他是好学 有文艺范 有诗情画意的一个人 他的自我评价是比较高 很好 但是呢 他对这个职业定位 很模糊 很矛盾 从他现在所寻求的职位 他是想做市场策划 以及营销方面的工作 对他来说呢 他是很迷茫 可以给他下定义的就是 他现在在这个市场营销方面 他是小白 他可能做文案方面的策划 还可以 但是呢 你放到市场这块 他很没信心 这是他自己表述的 其实你上场之后 你给大家的感觉 一开始还是蛮好的 不慌不乱 就是我们常说 不慌是一种底气 不乱是一种境界 包括你刚才读诗和配乐 挺有一种倦勇范的 谢谢 但是呢 刚才张老师谈到了 疑人性不是那么高 我帮你说一句啊 所有做创新类 策划类工作的人 很多时候要力排众议 我这点上 我觉得我的观点 跟石头哥很像 我觉得他是有一定能力的孩子 在公司和企业里面 往往这个人 有点本事人 都有三分脾气 所以我们可以把 疑人性这事放一放 它是值得加分和投票的 接下来如果 一染十二盏灯全亮 请准备一千元的大红包 虽然我们已经很久 没有爆灯了 很久了 我们期待一下 好吧 第二轮选择去货里了 还有九盏灯 他们两个也跟我们理解 你干嘛 我们也跟我们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 做不同品类的电商销售 可能不太一样 以3C电子类家电为主 其实消费者很简单 简单粗暴 你把卖点说清楚 如果能有心灵的触动 当然更好 它不可能写成一个诗篇似的 虽然它的文采很好 我也很喜欢 用不上 在我这一类可能使不上劲 对 来 上风提光岗位 我因为我现在跟石头老师 有紧密的合作 我还送你到石头老师去培训 所以给你的岗位就是 PR读管 谢谢 来 杨树 两个选择 第一个古方红堂 天猫旗舰店运营 第二个古方红堂的 公众号编辑 好 谢谢 多点有一个非常适合你的职位 就可以发挥你的专业的特长 是产品运营的这个 然后先编辑 好 谢谢 多地点到这里 谢谢 谢谢 那个一号美婆这个名字啊 有点土 所以呢我们这个 公众号的文章呢 一定要优美 所以你来了 就请你做这个文案策划 谢谢 那个火星之代教育呢 提供的岗位也是文案策划 因为我们的内容都是给这个 大学生或就业之前的 这些学生做培训的 所以呢很多的内容啊 这好都是写一些继续文类的 很可能在这方面 你将来有很大的潜质可以发挥 地点在北京 嗯 谢谢 我们在公众号上面有一个内容组 内容组里面是有文字的 是有影像的 是有剪辑的 物地点在北京 好 谢谢 给你提供的位置呢 是文案策划 工作地点在北京 嗯 谢谢 柯如云希望提供给你的两个岗位 对外做品牌方面的文案策划 对内做企业文化的文案策划 希望你能考虑 谢谢 好 谢谢 内刊的整个编辑的主管 或者是我们的定义号的 公众号的这种推广 对 就几个工作都可以让你选择 好 谢谢 既然选择了玫瑰 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既然选择了远方 就选择风雨奸诚 今天如果选定了一个目标 就要一往无前 所以其实挺难选 我的个人意见 你还是走文字的方向 会有更好的造诣 你自己考虑吧 灭气盏 留两盏 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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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真的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内总 谢谢你 谢谢 不好意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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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杨石头 王琦 谈牵不上感情 请揭晓 请揭晓 一万 八千 对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满意 这就满意了 我想知道那个家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个部分是岗位的基心 另外一个的部分呢 我是期望你自己要去做自己的公众号 就是你有一天不在这地方了 你也带着成长走 如果有可能的话 都在这地方尽可能给你搭好台 嗯 我认为文案可以贵到天价 一个好的文案 它的那个上限是没有上限的 我们特别缺特别优秀的文案 但是建于他现在的这个工作经验啊 我觉得他还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但是我很看好他的未来 所以这个价格只是给他现在定了 嗯 来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新手超过一万的话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相信应该有有人愿意抢你啊 有没有超过一万 一万零五百吧 你太不大气了 要就一万一嘛 一万一 有没有超过一万一呢 说来你还来哈 来 把另外九盏灯灭了 来 为什么加到一万一 因为我刚才你这岗位 特别匹配我们的岗位 原来你的工作的内容 跟我现在要做的内容一样 我们先公账号的每篇的 阅读量估计就两三千 所以说我就想 希望你能把我们的订阅号啊 我也说这方面做得更好 在你的订阅号上写都是写什么文章 那随便拿发飞吧 随便会发飞 那你一听 就知道这个公司是没希望 随他发飞 谢谢 谢谢 你是否愿意让黄金明 代替这两位当中的某一位 考虑失明 你的答案是 还是不了 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犹豫 因为我还是觉得那 你还是动了想要换的念头 毕竟给的钱多嘛 完了 他写不出好事了 他写不出好事了 还是为五斗米遮腰的一个人 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 在他们俩当中做出选择吧 好好想一下十秒钟啊 做出选择来 火星时代 智力方 谢谢再谢 你的十秒钟啊 做出选择来 火星时代 智力方 谢谢再谢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智力方 最大的收获是对自己有了一个更全面的认知 我选了智力方 我还是更看重个人的能力和这个岗位的匹配度 以及个人今后的发展 对我说 加油 我跟他们一起来